从森林里捡了一些例子 这个有大的还有小的 我们准备今天用三种方法烧 一种是用水来烧 还有一种就是用微波炉来烧 另外一种就是用烤箱去烤 看看哪一个比较容易脱皮 先把水烧开了 然后把梨子放进去 这个是用微波炉来烧 每个都碰到50克就差不多了 用剪刀把它的中间给它剪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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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梨子放进去 三十秒钟 三十秒钟 这边烂水散开 这边烂水散开 我们把一个 一种去 我们把它倒进去 煮开 5-6分 10分钟吧 5-10分钟 煮一煮 5-10分钟 없어요 煮一煮 煮一下 4-10分钟 煮一下 煮红正硬 假饮 时间到 取出来 这个就拿到烤箱去烤 烤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 这煤锅肉再转转再加5分钟 看看它怎么样 这锅里烧的是在水 还没有开了 开了以后再加 一般用15分钟就可以了 好 现在三种方法都 现在三种方法都在这里了 这个是锅里在烧 然后这个呢是烤箱在烤 这个煤锅炉在盯 这是煤锅炉出来的 其实也有5分钟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微波兰出来的呢 各自都能播出完整的 但是内皮还是有的 内皮啊还是没有弄掉 没有弄掉 还是粘在上面的 这个呢是用水煮出来的 看一看它能播出来什么 这个水煮出来的呢也播出圆圆的 这个呢是微波炉做出来的 也是播出来都是完整的 这个呢是烤箱烤出来的 也可以播出来完整的 那怎么样把那个内皮剥掉呢 我们就用水煮把它泡一泡 泡几分钟看看怎么样 经过几分钟 经过几分钟的泡 那上面的皮呢几乎就掉下来了 看这样子呢几乎就掉了 这也是各种的 就掉出来了 这边也是 然后这边就掉出来了 几乎皮就掉出来了 所以呢今天这样子 还是可以的这样子